排隊應該很快到我 但是排下排下就到今年的時候 由雙台主辦的2015刺冊順利 在元旦日圓滿結束 困過吳葉坤成為當晚的大贏家 因為曾經在無線台慶節目 扮一顆棋子 默默地任人擺佈 庫子侄來揮之則去的他瞬間爆紅 而在剛剛過去的2015無線台慶 困過更加豁出去 易容扮人妖跳舞 最辛苦是男同事的眼光 看著我的胸口 但原來一直堅持走鞋聲路線的坤哥 自從選完超級巨星之後 一直都沒有放棄過唱歌 堅持更新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捱足五年才得到以歌手出道的機會 因為這首歌是講述 寫歌的人等他的朋友 所以最後我也要 憑著一首他不夠愛我 在2015勁歌金曲總選先拔頭籌 贏得勁歌金曲獎 都拿最受歡迎新人獎金獎 即時激動爆哭 出現了你一幕 而坤哥這個真性情也得到一班網民之前 不止在新城領導新人王 還在元旦日的刺冊攀獎 以下身激突的姿態 奪得刺冊新力軍金獎 以及揮下勁量級對手陳奕迅和張敬軒 奪得刺冊樂壇我最喜愛的男歌手 困過時接受訪問就說 其實可以踏上刺冊的舞台 都已經是夠了振奮人心 所以完結了比賽的時候 即是看到Mac阿佛阿Hilbert 即是他們每個開始有歌的時候 對啦 那我應該排隊應該很快到我啦 還有真是說回那些說話的時候 都想起這幾年的一些 即經歷的事情 那不是說辛苦 但是什麼 原來終於可以一步一步 終於可以真的上到一級樓梯 所以就會忍不住 所以就會忍不住 所以就會忍不住